她是口味最独特的贪官,一边大肆敛财,一边贪恋别人的妻子,在参加重要会议期间,她还不忘飞往深圳与情妇私会,结果被情人的丈夫发现,打成了脑震荡,在被人问起时还谎称是自己摔的,如此奇葩的贪官,最后会是怎样的下场呢? 2007年,广西纪检委收到了一封举报信,信的矛头直指时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孙宇,说她贪污受贿,破坏别人家庭,调查人员有些意外,因为孙宇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,勤勉客己,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,比如当时广西的部分乡村存在违规收费的情况,先前一直都没能治理好,孙宇得知后,到相关地区微服私房,惩治了违规。 一位官员,撤销了所有的科捐杂税,乡村的风气因此焕然一新,在2002年,广西某地发生了洪水,很多房屋被冲垮,受灾人数达到数万人,孙宇得知后,立马深入灾区,慰问群众,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都被她妥善安置,除此之外,孙宇还身先士卒,跟着武警官兵们一起抢修堤坝,直到洪水退去。 孙宇才心满意足地离去,百姓们都称呼她为好官,这样的人怎么会是贪官呢?虽然心里有些是纳闷,但职责所在,纪检委还是对孙宇进行了调查,结果很快就发现了问题,就在前不久。 我国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林业大会,各省都派出代表参加,孙宇也受邀前往北京。 按照规定,大会要持续七天,所有人非必要不能缺席,可孙宇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,突然不知所踪,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,同时给她打电话发现其电话关机。 而当会议结束后,孙宇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班,没有做出任何解释,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,在消失的四天里,孙宇到底去了哪里呢? 为此,调查人员找到孙宇问话,孙宇淡定地表示,自己因为不小心摔倒受了伤,才缺席了会议。 说着她还拿出了当时的病例,上面写着她头部受创,轻微脑震荡,这看起来一切都有理有据,调查一时间陷入了瓶颈。 这时,纪检委又收到了一封举报信,检举对象依然是孙宇,信中解释了调查人员们的迷惑。 孙宇在开会时,中途离开,其实是和情妇私混去了,调查员很吃惊,此事要是坐实了,那孙宇的问题可就大了。 于是调查人员从孙宇那几天的行程入手,结果很快发现端倪,孙宇从北京离开后,转到去了深圳然后才去的广西,这与孙宇说的并不相同,通过查询孙宇的消费记录,调查人员惊讶地发现。 孙宇的飞机票和在深圳下榻酒店的费用都是有人给她远程支付的,这一点尚且不谈,孙宇为何要去深圳呢?举报信给出了解答。 原来当时,孙宇的情妇和丈夫一起去深圳度假,孙宇得知后安耐不住寂寞的心,想要与其偷欢。 于是让平日里巴结她的商人,帮她订购了机票和酒店,结果当孙宇和情妇缠绵时,对方的丈夫突然踹门而入。 原来她早就发现了二人的奸情,她拿起板凳就朝孙宇砸去,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,孙宇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砸中脑门,脑震荡就是这么来的,紧接着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。 瘦弱的孙宇自然不是对方的对手,被好一顿胖揍,狼狈逃离了现场,前往医院救治。 从医院出来后,孙宇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心中顿感不妙,她是最奇葩的贪官,不爱罗利,爱人妻,开会期间还不堪寂寞,飞行上千公里只为和情妇一夜欢愉,结果被对方的老公一顿胖揍,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下场? 被情妇的丈夫碰揍一顿后,孙宇顿感不妙,她原本是打算跟情妇缠绵后,立马返回北京开会的,结果被看病耽误了时间,而且头上的绷带又不好解释,在思考在三后,孙宇决定关掉手机,直接回家。 她认为参加会议的人那么多,少她一个估计,也没人在意,殊不知调查员正从此事入手。 调查其贪污腐败的罪行,经过一段时间的搜证,调查员发现孙宇表面上勤勉客戟,心计百姓,暗地里却奢侈铺张,大收贿赂。 她把政府的项目当作自己敛财的手段,商人想要获得小道消息,就会争先恐后地巴结她,对孙宇有求必应,还经常给她送礼。 孙宇的日常出行全都是豪车接送,平时的饭菜都是私人厨师制作,住的房子也是光鲜亮丽。 当然这都是商人给她提供的,但是孙宇还不满足,又看上了别人家的妻子。 她觉得上了年纪的女性更有韵味和魅力,特别是嫁过人的,于是她再次以诱人的项目作为条件,让商人贡献出自己的妻子。 没想到对方见钱眼开居然同意了,孙宇靠着同样的方法拥有了三个情妇,就这样,孙宇白天纸醉金迷,晚上美人在怀,完全将道德底线抛之脑后。 一天,她又看中了一位商人的妻子,对方比她还要大两岁,但孙宇不在乎,她带着两个价值百万的项目,找到那个商人,让她用妻子交换。 却没想到商人根本不差这点钱,拒绝了孙宇的无理要求,孙宇不甘心。 她用钱开到慢慢接近商人的妻子,给她买了好多奢侈品,最终成功拿下了她。 两人经常在酒店私会,所有的开销都是其他商人报销的。 在被打了后,孙宇看着自己的伤口越想越气,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。 于是就从社会上请来一些打手,去把那位商人也暴揍了提顿,商人也不是省油的灯。 她在得知孙宇是广西政协副主席后,立马写了一封举报信,寄到了纪检委,还鼓到另外一名和她有相同遭遇的商人。 一同举报孙宇,事到如今,已经证据确凿,有关部门立即上门,将孙宇抓捕归案。 面对调查人员的审讯,孙宇老泪纵横,后悔不已。 在孙宇刚刚进入仕途时,她的确是一名好官,到底发生了什么,让她走上了贪污腐败之路呢? 她是最离谱的贪官,身居高位,大肆收受贿赂不说,还特别喜爱人妻,为了能和情妇欢愉。 她还跟对方老公互偶导致脑震荡,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。 在问及自己是如何走上贪腐的不归路时,孙宇长叹了一口气,缓缓说道。 这一切还得从她年轻时的经历说起,在1957年,孙宇出生在广西南宁的一户富与家庭。 由于是家中的长子,父母对她寄予了厚望,孙宇也没让他们失望,从小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,再加上她皮肤白皙,长相清秀。 家乡的人都称呼她为小周瑜身边人的称赞,让孙宇有些飘飘然,她开始变得骄傲自满,目中无人起来。 不过为了不让自己丢掉这个头衔,她更加努力地学习,进入高中后,孙宇的成绩依旧优秀。 她本来是班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,可由于当时国内身处特殊时期,孙宇与大学擦肩而过。 不过她的高中文凭,在当时也属于顶流了。 不久之后,在亲戚的介绍下,孙宇来到当地的一家公社,当基层干部,孙宇上任后,没有一点干部的架子。 她深入群众之间,跟大家一起种田,养猪,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。 她的努力得到了群众和上司的一致认可。 两年后,孙宇得到了升迁,成为了县级干部。 在上任之前,组织上还派她去党校深造了一段时间,有意培养她。 孙宇在学校里成绩优异。 上任后,她和以前一样兢兢业业,势必公亲。 在工作之余,她还会下乡了解村民的难处,并深以援手。 有一次孙宇听说有位姓张的村民,在除地时扭伤了腰。 于是就带着礼物,前去慰问,还撸起袖子,把该村民为除完的的给除完了,直到晚上才回家。 她的行为让众人都十分感动。 孙宇这么努力,一方面是向众人证明。 她的职位来的名副其实,一方面是想在网上升迁,很快孙宇就迎来了机会。 在1986年,孙宇升迁为县委,正严市的副主任。 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,靠着舒适的真皮沙发,孙宇心里有了一丝忧虑。 因为她处理基层工作,很势在行,可是让她处理政务。 她完全是门外汉,为了坐稳这个位置,孙宇每日早出晚归,认真工作。 遇到不懂的也会虚心向他人请教,因为其本身就聪明。 所以孙宇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工作,还得到了领导的赏识,此时的她可谓意气风发。 她原本想在副主任的位置上长久干下去,可仅仅过了一年,她便再次得到提拔。 这次是到北流县的一个乡去当乡长,这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,也能体现孙宇的能力的确出众在乡长任上。 领导每次出差都点名让孙宇陪同。 很明显就是想历练历练她,让她在组织上多露脸,1992年孙宇当上了镇长。 这时,很多眼红她的人觉得这里面有猫腻。 有的人说领导是孙宇的亲戚,还有人说孙宇贿赂了领导。 这些闲言碎语让孙宇很不服气,为了证明自己是凭借能力上位的,孙宇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 为了提升农民们的收入,她从外地请来种植专家,交村民们种植水果,还多次下乡,查看果树生长情况和病虫害情况,并给出解决办法。 在她的努力下,果园迎来了大丰收,农民收入也大幅增加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,就这些事来看,孙宇的确是个好官,1994年。 孙宇被安排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学习,这个待遇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,孙宇很珍惜,仅仅两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。 随后她又被安排到党校学习,学成归来后,孙宇摇身一变成为了广西政协副主席,有的人工作了一辈子,也没能到达那个高度。 而孙宇只用了六年,很多人因为嫉妒她,对她口诛笔伐。 这让孙宇在高兴之余也如履薄冰,不敢有丝毫的马虎。 因为工作的关系,她接触到了很多商人,这些商人有的连小学学历都没有,却能腰缠万贯,奢侈享受。 这让孙宇心里很不平衡,特别是她在竞选政协主席落选后,心里的欲望被进一步激发出来,她开始以权谋私,与不法商人相互勾结。 在落马前夕,她还企图用270万帮自己脱罪,结果罪没脱了,钱还打了水漂。 不久之后,当地法院对孙宇进行审理,法院恕罪并罚判处,其18年有期徒刑,孙宇用虔诚和自由,为自己的贪婪买了单。